民族情怀两岸脉动 全球的华人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0月27号 农历鬼卯年9月13 欢迎收看今天的两岸头条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两岸有关方面 共义福州马祖融合发展 国防部正告民进党当局 以武剧统死路一条 蓝白河进入政党协商 柯文哲称不可能排除侯友宜 台湾民众用脚投票抗议民进党 显30年最有感移民搬家潮 赖清德民主大联盟已有7人因丑闻退选 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马祖县长王忠明等率领参访团24号来京 就促进马祖与福州交流合作 恢复大陆居民赴马祖旅游 福州与马祖小三通货运航线及货物中转 海运快递业务 马祖有关产品享受大陆关税减免等问题 向大陆有关部门表达意见建议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 25号会见王忠明一行时表示 希望马祖各界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坚决反对台独与大陆同胞携手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携手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 只要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正确轨道 两岸交流合作中的许多问题都会得到很好解决 希望马祖各界抓住机遇 推动辅马两地应通尽通能容尽容 充分展现两岸一家亲 敏台亲上亲 王忠明等表示 将继续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 积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为马祖乡亲争取和平稳定的台海环境 也将积极响应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推动马祖与福州深入融合发展 为马祖乡亲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好处 国防部26号举行例行记者会 针对民进党当局大肆采购军武 新闻发言人吴谦正告 以武巨统死路一条 以美谋独必遭失败 亲感详细报道 台湾地区立法机构预算中心报告指出 台军明年规划采购五款军用商规无人机 需求总价数为3,221架 总经费56亿8798万余元新台币 另还规划采购26套无人机反制系统 吴谦指出 民进党当局致台湾同胞安全 福祉于不顾 肆意挥霍纳税人的血汗前 花费巨资高价购买武器为谋独壮胆 正加速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境地 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以武剧统死路一条 以美谋独必遭失败 中国人民解放军持续加强练兵备战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针对美政府拟向国会申请大额对台军售援助 近期民进党当局也动用预备金支持与美联训 吴谦指出 一段时间以来台海局势复杂严峻 其根源在于民进党当局挟洋自重 以美谋独 在与美方打台湾牌 妄图以台制化 无论是军援款也好 预备金也罢 都是在拿着百姓的血汗钱来玩火 只会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境地 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 中国人民解放军抑制坚如磐石 能力日趋增强 来关注岛内新闻 针对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蓝白河议题 中国国民党参选人侯友宜26号表示 以来不及做民调或开放式初选 就由政党协商讨论出最好的合作方式 民众党参选人柯文哲也表态 速速政党协商 请看详细报道 蓝白河协商多日被戏称向结婚 中国国民党与民众党经由相亲 胶着喊话到摊牌 柯文哲皆未肯定答复侯友宜 二人到底要不要结婚 侯友宜26号上午前往台北市文昌公参摆 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临时前来陪同 一起受访 侯友宜说 要志同道合才会有蓝白河 且领导人与民代选举时一起举行 如果选举不合作就没有所谓的联合内阁 朱立伦透露 两方对政见都有共同理想 求同存异 民代选区大部分已经完成 与柯文哲随时可以共同宣誓 对于最关键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组合 朱立伦强调 不论是侯科或科侯都要同在议长选票 这是民意所趋 也是民众期待 会往这方向持续努力 柯文哲26号受访时透露 与中国国民党的政党合作除政策与议题 领导人与民代选举外 也包括台立法机构 政府负责人等合作 双方合作在各层面都没问题 唯一的争议就是领导人选举 柯文哲说 办理开放式初选引来不及 既然侯友宜要政党协商 那就政党协商 柯文哲指出 应速速进行政党协商 众人的智慧会超越个人 至于协商人员问题 他与朱立伦是主席对主席 目前这阶段不可能排除侯友宜 他们三人是基本咖 协商时间可先联络再敲定 柯文哲强调 他没有一定要怎样 既然要合作 目标就是胜选 他持开放态度 明年1月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被认为面临战争与和平的选择 目前岛内已经有人用脚投票 即用离开台湾的实际行动 表明对民进党当局的不满 导致台湾迎来30年最有感的移民搬家潮 据台媒报道 目前有不少民众将子女移民计划提前 原因就是民进党当局将兵役延长为一年 负责移民业务人士观察 这一年来 前来询问的客户数量以及工会会员业务的热度 都明显增加 此前 英国经济学人曾将台湾成为地球上最危险的地区 时至今日 不少台湾民众已将兵凶战威的心理恐惧 转化为实际行动 有业者称 过去一年询问 申办移民证件的数量增加约三成 多数客户并不是要马上移民 而是当人们发现 原来战争离我们这么近时 哪本其他地区的旅行证件总是比较安心 与其说移民 不如说是买一张保单 国民党民带赖士宝25号在脸书分享 他跑选举行程时 有支持者激动地说 后悔没有在蔡英文连任时办移民 赖士宝表示 要和平不要战争是全台民众渴望 但美国处理军援 把乌克兰 以色列 台湾当成一个包裹处理 美国企图让台湾成为东亚的火药库 出售火山布雷系统 让台湾布满地雷 台湾联合报评论称 家境优渥资金雄厚的人可以选择移民 但相较于2300万台湾民众而言 那些选择出走的人毕竟是少数 绝大多数的人没有选择的余地 民进党当局嘴上喊着要和平 实际行动却是积极备战 兵凶战灰的氛围 就是很多人想要出走的原因 舆论呼吁台湾选民 用选票下架民进党 改善两岸关系 民进党民代赵天林近日被曝出婚外情后 宣布退出明年民代选举 引发岛内各界哗然 至此民进党主席赖清德筹组的所谓民主大联盟 已有7人因丑闻退选 民进党把2024年选举定调为所谓民主大联盟 声称要提出让外界耳目一新的名单 结果却是丑闻频出 国民党民代正立文盘点近半年 绿营退选民代的女参选人 今年5月桃园市议员杨家良 自曝大学时曾在网络发文 其中包含暗示性交易的内容 违反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 成为退选第一人 5月底民进党民代陈欧破 被爆料2020年竞选期间 免费使用诈骗集团旗下的办公大楼 当服务处引发争议 成为退选第二人 不久后民进党宣布在新北市永和选区 与无党籍政治评论员李正浩合作 却遭质疑李正浩曾涉嫌以私密视频威胁前女友 李因此成为退选第三人 6月中旬原本被征召参选台北市民代的 民进党前副秘书长林飞帆被爆出 女党工遭厂商性骚扰时企图吃案 宣布退选民代 6月底基隆张炳君被控诈领助理费 成为退选第五人 7月徐展为因涉嫌违反采购法 遭检察官传唤成为退选第六人 近期赵天林因婚内出轨 成为退选第七人 国民党副发言人吕晴伟等人 26号召开记者会称 赖清德号称的民主大联盟中 民代参选人一个接一个退选 已然成了民主退步大联盟 赖清德难逃责任 媒体人谢寒冰25号称 赖清德已经很久没在提民主大联盟 因为提名的都是这些臭鱼烂虾 已经变成一个大笑话 有台媒评论指出 绿营73个民意代表参选人中 多人有明显的操守争议 民进党作为执政党 显然在举财过程中遇到瓶颈 这说明该党吸引的 都是着眼权力好处的人 评论强调 这次民进党民代提名 暴露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而这正是所谓民主大联盟 也无法遮掩的问题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头条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在中国台湾网 头条号 抖音号 快手号 官方微博等评论区留言互动 再见